在各国的不管是商战或是军事战争里头都会有输家也会有赢家 而这一波的美中冲突 哪一个国家现在可能是最重要的赢家呢 它的答案是新加坡 新加坡过去它和台湾的政策不同 它非常欢迎高科技人才 这是一个早就已经有的一个政策 所以过去大家可能不知道 Apple 苹果公司在亚洲的科技研发中心 它不是设在上海不是设在北京不是设在香港 更不是设在台湾 它当时就设在新加坡 所以这一次的美中贸易就更多的科技公司 尤其是从美国来的 更是从中国来的 他们为了避开风险 纷纷都首选了新加坡 这里头包括了中国大陆的腾讯集团 中国大陆的阿里巴巴 以及最近最著名的TikTok字节跳动这些公司 他们开始觉得在未来其实最保险的情况里头 就是把相关的一些科研人才 不是放在中国也不是放在美国 而是放在新加坡 这样就可以避开美国的制裁 同时他们也可以延览来自于印度 来自于马来西亚 这些都是英文以英语为国语的主要的国家 可以延览相当多的科研人才 而新加坡在各种政策里头 这一刻他们正准备在美中贸易大战里头 赢得这一次的最大赢家角色 全球经济被新冠疫情拖垮 新加坡虽然深受其害 第二季的GDP 到去年同期萎缩了13.2% 是连续第二季萎缩 却也在逆境中看到了曙光 进马来西亚 印尼和泰国之后 新加坡成为了腾讯在东南亚成立的第四个办公室 随着美中在科技领域竞争加剧 以及两大经济体争夺尖端技术的持有影响力 东南亚成为关键战场 新加坡更是冲突下的受益者 中国科技巨头纷纷在此加大布局力度 Tencent, along with Alibaba and ByteDance as well are looking at Southeast Asia quite closely right now in the case of Tencent and ByteDance both those companies are looking to set up offices in Singapore making the city their a regional hub these may involve massive investments and hundreds of jobs in the case of ByteDance I think our reporting shows that they're looking at billions of investments and all three companies are involved in applying for a digital banking license in Singapore which will be likely decided this year and as for why for Singapore I mean it's a small market but it offers an advanced infrastructure and a developed legal framework that makes the city appealing and more importantly it's a gateway to Southeast Asia which has more than 650 million people and relatively fast-growing economies and underpenetrated markets 根据重量联航报告 新加坡市矽谷以外 中国科技公司最重要的海外基地 2019年11月 华为在此开设了云端和AI创新实验室 今年3月 字节跳动在新加坡市中心 来福市码头 买下了一间办公场所 今年5月 阿里巴巴也花费了12亿美元 收购了新加坡圣安保险大厦一半的股权 这是今年以来 新加坡最大的一笔商业地产交易 也是阿里巴巴首次在海外置产 这栋大楼最终将成为阿里巴巴 在中国以外的总部 如果我们继续看到这个技术 除了华为、阿里、腾讯、HAT三家公司 根据英国金融时报报导 中国人工智慧初创企业商汤科技 旅游平台西城等 也正在筹备在东南亚设立办事处 或增加现有东南亚企业的员工数量 新加坡投资管理协会的数据显示 自2018年以来 该协会的中国会员人数 每年都大约增长两倍 种种迹象都表明 中国的高科技企业 正在东南亚地区 努力追赶脸书、谷歌、微软和亚马逊等 美国科技巨头的脚步 脸书正在新加坡建设一个10亿美元的数据中心 这是该公司在亚洲的首个数据中心 推特今年也将建立首个亚太工程中心 新加坡贸工部长陈振生这句话 真是各国逐路新加坡最好的注解 在中美摩擦加剧、澳洲、欧洲及印度市场 对中气不友好的背景下 新加坡始终维持中立 避免被卷入任何一方 投资风险性较低 这也是中国科技巨头在海外扩张预措之后 选择将国际业务增长点放在该地的原因之一 加上完善健全的金融司法系统 更被视为是亚洲区域基地的首选 很多投资者到新加坡来 他不完全是到新加坡为新加坡市场服务的 通过新加坡市场走向全世界来 因此新加坡这样一个高度开放的经济 这样一个制度 对投资者影响是很大的 吸引力是很大的 由新加坡大华银行普华永道 与新加坡金融科技协会联合发布的报告指出 东协地区金融科技企业所获资金总数的51% 流向了新加坡 并且有约45%的金融科技公司选择在新加坡注册 而为了满足国际投资者的需求 新加坡一直在数字经济方面进行政策革新 2020年1月 新加坡正式生效了可变资本公司法案VCC 中国媒体时代财经指出 对于科技公司来说VCC具备税收优惠 制度灵活和信息披露等优势 政策启动以来 目前基金公司数量已增至了109家 新加坡金融科技协会主席谢弗来说 美中贸易和地缘政治关系恶化 实际上正加速提升新加坡的利益 同时将投资转移到中国以外的地区 英国BBC报道也指出 中国公司到新加坡成立区域总部再转到第三地 就能够避免被视为是中国投资 根据罗斯商业咨询公司的资料 2020年东南亚已经取代了欧盟 成为中国最大的区域性贸易伙伴 随着中国科技巨头涌入新加坡 亚洲金融中心的竞争也随之升级 将较于新加坡正常的火热 另一个亚洲金融中心香港更显得相形失色 从全球金融中心指数近五年的排名来看 香港跟新加坡一直在第三第四名之间换手 多数情况之下 香港霸占了第三名的位置 然而今年新冠疫情爆发 再加上北京代行香港订立国安法之后 这样的格局恐怕将被改写 在美中冲突当中 如果是制造业最大的赢家是越南 如果是科技业最大的赢家是新加坡 我们刚刚特别报道 除了中国的腾讯等公司之外 美国的脸书Amazon也随着Apple 把他们的在亚洲科研中心都设立在新加坡 就是要避开未来的美国更进一步的科技 和中国之间的战关系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